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愛的第十講 那上一次我講的是愛是很久忍耐 我有一位王農德長老他念的時候覺得不夠氣 他覺得說怎麼這麼短 然後他要念好幾遍 那今天的詩會好一點 多一點點 就是那個尾巴讓他念 愛是很久忍耐 但是還不夠 很久忍耐不夠 又有恩慈 那這個是一句話裡面其實講兩件事 所以我上一次我只有講忍耐 那這一次我們要講恩慈 那英文來看long suffering loving kindness 都是Ello開始的 那我要講的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是恩慈 它跟忍耐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保羅要把這兩個擺在講愛的最前面呢 我們能夠學到什麼 這張圖就是一個很強壯的手 讓一個很弱小的手拉住的一個圖像 你記得有一個童話故事嗎 就是有一天風跟太陽他們就無聊在比賽說水的力量比較大 那剛好不幸呢 有一個人出去交遊 他有一個紅色的斗篷 他很高興的 那他們就決定說誰有辦法把這個斗篷從這個人的身上把它拉下來 那個人力量比較大 那風就開始說我先來 他就拼命的吹 拼命的吹 把數位吹掉了 把數字吹斷了 什麼都吹著要走的 斗篷也快要被他吹走的 可是那個人呢 就冷得要死 然後就把斗篷拉得更緊 人快要被吹走了 可是斗篷就是吹不下來 沒辦法 太陽說那換我來好吧 好吧 那他就開始用太陽的溫暖 一直曬他 一直曬他 哇 他熱的受不了了 他就把鞋子脫下來 掉在那邊 還是受不了了 後來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棵樹呢 他就在樹底下 自己把斗篷脫下來 在那邊休息一下 太陽就笑著跟風說 其實要影響一個人 用溫暖是比用力量更有效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童話故事 恩慈比暴力有影響力 這個是我們用這樣開箱 恩慈的意思就是給他溫暖 讓他自己願意來做改變 而不是你強迫他做改變 這個跟改變有關係 我們剛剛講的愛是很久忍耐 當對方做不對 或是傷害你的時候 你是馬上發脾氣 還是你可以讓對方一個時空來做改變 好 那為什麼忍耐需要恩慈呢 為什麼從忍耐不夠還要到恩慈 為什麼Proverance不夠 要到Loving Kindness 記得嗎 這隻狗很忍耐 記得上一次我講到的時候 當這隻貓在他旁邊這樣啊啊啊的時候 他把眼睛閉起來 耳頭弄起來 就是忍著不發脾氣 不然發起狗脾氣 這不得了齁 這個叫做約束自我 約束自我 是不要把關係搞壞 可是這隻狗就更好啦 他不只約束自我 他就乾脆就用舌頭去舔那隻幾乎他的小貓 這個叫做關心貴方 那你知道不同嗎 從約束自我到關心貴方 就是從忍耐到恩慈 所以恩慈比忍耐有在往前一點點的意思 這是延遲刮怒 在那個叫long suffering 就是說一直忍受忍受 不要馬上爆發 不要馬上報復 這個是忍耐的意思 可是到恩慈的時候是體貼照顧 他進一步去體貼去照顧 那個讓他受傷 讓他痛苦的人 他到底為什麼要讓我這樣子 到底他需要在哪裡 那這是更更進一步的一個表現 那上一次我也提到 這個浪子的爸爸 那麼他在那邊等 等 等他的孩子什麼 醒悟過來 這個是忍耐 他給對方一個時空 可是呢 當這個小孩子發現這樣不對的時候 他決定要回去爸爸家裡 是因為爸爸什麼 他過去給他的愛 讓他有這樣的動機跟動力來回去 所以這兩個是有關係的 給他一個空間跟時間 可以完成救贖 這個是忍耐 但是在他 從聖經裡面把這兩個字拿出來 兩個字不完全一樣 我這次準備講到再進一步研究的時候 有時候神學生必須要念希伯來文跟希臘文 就是在很重要的時候 你必須要再進一步去看看那個字 意思完全一樣嗎 其實不完全一樣 那這是舊約裡面的 翻成恩子的字 那個叫Hesed 這個Hesed 它的意思是最多的 希伯良人很厲害 它可以一個字裡面 好多好多意思 翻成希臘文 就有一些意思就翻不過來了 就是把一個翻過來 這個裡面有萌式的意思 就是它是Covenant 那個萌式的愛 有那種堅忍的愛 他們叫State fast 就是堅持下去 這是忍耐的意思 但是呢 其中一個就是很溫柔的 很體貼的 讓對方覺得很舒服的那種愛 那希臘文就只有把最後那個意思有翻出來 所以它這個聖經裡面提到的是 你憑慈愛領了你所屬的百姓 你憑能力引他們 所以是慈愛是要帶領 要帶領的 那這個還沒有辦法讓我們很了解 想的最好是何希阿 何希阿是一個先知神 讓他去找一個淫婦做太太 然後一直就是不悔改 何希阿在體會那種神怎麼樣忍耐等以色列人 怎麼樣用愛在挽回那個關係 他用這樣的比喻很好 他說 我用慈省愛所牽引他們 我帶他們好像人放鬆扭的兩腮甲板 把糧食放在他們前面 那這是恩子的一個很好的一個表達 他這個即使原文叫做人的繩子 這不是用綁動物的繩子 應該英文叫human 就是很有人道的 很愛心的 但是是要有繩子 記得一點 繩子的目的是左措的要把他拉回來 不是說就放他去 就是隨便他 那就不叫恩子 恩子是有意思要把他導正 要帶領 要帶回來 可是帶回來的那個態度是很溫柔的 是很慈善的 他不是把他綁得很緊 他把他放鬆的 而且還給他鼓勵的把糧食放在他前面 就是帶領著他 好好的讓他可以走到正道上來 這個是西伯來文講的那個 Hesed 那個很好的 那到新約的時候 這個字呢 就叫做Christos Christos 就沒有辦法把蒙世啦 奸人那個表達出來 可是把那個溫柔的部分表達得很好 耶穌基督這個奇怪都跟牛有關係 耶穌基督講的一個說 我的惡是容易的 我們中文換成容易 這個翻起來就沒有辦法傳神 那個容易的意思就是恩詞的 Bionis Christos 就是我的惡是容易的 這個容易的意思再仔細去查 就是說惡是惡 可是他知道惡放在牛的肩膀上拉起來會痛 所以做惡的人就想辦法把那個惡磨得跟肩膀那個 Curvis 那個彎的地方很像 而且磨得很光滑 所以拉的時候不會磨破皮的 像那個意思嗎 英文叫sharp 就是說 不會很粗糙 拉了一下就破掉了 譬如你穿皮鞋嗎 新的皮鞋 以前比較老的皮鞋很硬的時候 穿很好很漂亮 可是穿沒有多久磨破皮了 有沒有很痛 現在新的皮鞋我們喜歡 它很軟 知道嗎 那穿起來 雖然是新的也不會磨破皮 那個不會磨破皮就是恩詞 就是 不是很粗糙的 是很光滑的 很貼切的 這樣子 擋子還是要扛的 並不是說就把擋子讓你不要扛 那個惡還是要拉的 可是不要讓你拉得那麼痛 不要讓你拉得那麼受傷 不讓你受傷的 另外一個 表達很好的那個叫做Melo Melo 在聖經說 沒有人喝了沉酒 又想喝新的 他總說沉得好 這個沉得好 那個好就是Grestos 這是酒 放越久 越美 越乾 越純的意思 那個 有一個神學家 就把它換成書意 甜 你知道酒放很久以後 原來那個新的酒 那種烈嗆的味道就沒有了 變得很順 喝起來很舒服 乾美香醇 這個是我們能夠了解 什麼叫做恩詞 用酒跟這個惡 我們來體會 這個他的意思 在聖經當中 讓我覺得 最喜歡的 把恩詞表達最好的 就是 我們叫田遠詩歌裡面的波阿詩 這波阿詩是從哪裡出來的嗎 聖經哪一本書提到波阿詩 路德記 對 其實路德記很短 你回去有空 你就很快就可以把它看過一遍 整個路德記要表達的就是一個觀念 恩詞 路德的婆婆對兩個媳婦的恩詞 路德對他的婆婆的恩詞 路德對波阿詩的恩詞 你回去去看看 還有波阿詩對路德的恩詞 由於這樣神就挑選這個家庭 成為大衛王的祖先 這很特別的 在我們救恩裡面 是站著一席之地 這個波阿詩的恩詞 在聖經裡面至少我看到幾點 我們可以跟他有一點學習的 當他看見一個外國人 這個應該算做外勞 一看就是外國人 而且看起來家裡很窮 就是像乞丐一樣 跟在他的田後面 在那邊撿賣稅的時候 這個外國人是誰 波阿詩就問 人家跟他說 這是一個很不幸的女人 跟他的婆婆 他們全家移民到海外去 可是一下子不曉得怎麼樣 公公也死了 先生也死了 在那邊活不下去 所以呢 他就跟著婆婆回到故鄉來 這樣的一個可憐的 顏色都不一樣 可能都會被欺負被排擠的人 波阿詩講的第一句話 請他來說 你就跟我的死女在一起 開始解決他的孤單的問題 他可能是完全自己一個躲在旁邊 不敢跟人家在一起 那種孤單 波阿詩說 你來 我有很多死女 你就跟他們在一起 讓他們有一個 讓路德有一個支持的團體 然後他有很多功能 他怕功能會欺負這個外國的女孩子 所以就交代他那個功能說 那個人你不可以欺負他 不可以嚇他 不可以大聲對他講話 可能你講什麼他也聽不懂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不可羞辱 呵斥他 這個是他對他的功能的吩咐 然後到他們要吃飯的時候 特別把他請過來 說來 太陽很熱 你喝一點水 你跟我們一起吃便當 然後還給他醋 就是吃餅還沾醋 那這是真的是照顧到他的需要 他也聽到路德怎麼樣沒有再去改嫁 隨著這個很年老的婆婆 照顧這個婆婆那種 他也給他鼓勵 給他稱讚 然後婆婆教他說 其實這是我們的親戚 你要請他幫忙 猶太人有一個習慣 當老公死了沒有孩子 就要嫁給最新的親戚 好 幫他的老公留一個名 就是說生的兒子要歸他先生 他看這個人那麼好 所以就跟他這樣講 所以在他們在封年紀的時候 到興豐收的時候 路德就去躲在那個波瓦斯的那個 賽補場的那個棉被下面 就跟他講說 我婆婆告訴我說要有這個需要 結果波瓦斯知道說這個不得了 一個年輕女孩子半夜跑到這裡來 給人家知道這還得了 他就交代他的人不可以講話 天還沒有亮 讓他回去 這個事情要照規矩來辦 不是這樣子就生命煮成熟患 他特別的注意到路德可能碰到的困難 然後他也知道其實他不是最近的親屬 有一個比他近的 他也沒有說路德既然喜歡我 好 那麼就就娶過來好了 我們就幫他的老公留個後台 沒有 他說我還有一個比我更親的 所以在他處理室的時候 他還考慮到第三者的那個 權利的問題 最後那個人是不要 因為他知道 生了孩子歸人家以後 財產都歸他們的 那我有什麼好處 所以那個人就不要把鞋子脫下來 曾經有一句話叫脫鞋之家 這是從這裡出來的 就是說他應該盡了責任 他不願意盡 那波花絲就把路德取進門 正式的把他取進來 他們就成為大衛的祖先 這個故事裡面 剛剛波花絲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我看起來都是充滿了恩慈 就考慮對方已經受傷了 對方已經很困境了 不要雪上加霜 減輕一點他的重擔 照顧一點他的需要 這是恩慈 在心裡我們看見主耶穌基督也是這樣子 第一個讓我們看到他的恩慈的是 他被請客 這個很好玩 稅利馬太 他去請他當他的學生 馬太有感動 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請很多客人 當然請的客人都是稅利 在當時的猶太人的心目中 這些稅利就是判狗捷 這些稅利就是壞蛋 是被看不起的 可是耶穌就讓他們請去吃飯 等於是他的那個 告別的一個感恩餐會這樣子 就在那裡的時候就挨罵 法律賽你看的時候 你的先生很糟糕 他都不會分辨 怎麼跟這種人混在一起 耶穌那時候就回答 耶穌跟那些人作息的時候 他就回答說 你們知道嗎 聖經講一句話 說神喜愛連續 不喜愛祭祀 你們回去想一想 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所以在醫生跟病人關係裡面 病人最需要的 除了醫生的醫術以外 就是醫德 那個醫德 就是對病人的一種慈愛 那種關照 那個就是恩慈 耶穌在這裡 為了要讓這一些稅利 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型態 可以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 他就先接受他們 跟他們混在一起 跟他們做朋友 這個就是恩慈 因為這樣還會引起人家的批判 願意被批判沒關係 就是接近他們 第二個恩慈就更厲害了 就是有一個在刑影的時候 現場被抓住的女的 被帶到耶穌面前 然後就跟耶穌說 這個人是現行犯 摩西規定要石頭打死 你說呢 耶穌講到說要愛別人 就是看耶穌 他或是講說不打死 他就換了摩西的律法 他自己要被打死 如果他說打死 那麼你本來講說 人家有困難要幫助人家 你就是自己沒有做 所以給耶穌兩人 他們是要陷害耶穌 很好玩 耶穌沒有回答 耶穌就在地上畫字 他們一直的逼他 他就直起身來跟他們說 你們當中誰沒有犯最後面的罪的 你們就先用石頭打死他 很好玩 講完了以後 耶穌又沒有在講什麼 沒有逼他們回答 耶穌又蹲下去 又畫字 這個 好多神學家在猜說 耶穌畫什麼字 嗯 你可以很多想像的空間 我看到很好玩 那個女拳運動者 他們猜說 耶穌只有寫幾個字 都男的在哪裡 那就是說 喚真寧應該是兩個人 他不是守營啊 對不對 他如果喚真寧 你抓一個 這個算什麼嘛 這個算門路 你要抓一雙嘛 你兩個人 男的怎麼沒有抓 只抓一個女的來 這個明顯的是欺負女生嘛 這個是女權族 他們馬上發現 他們說 耶穌就寫三個字 男的在哪裡 就是這樣 可是 我在準備這邊講到的時候 看到一個更好的 你知道 當一個人在現行犯 被抓到的時候 抓到耶穌面前 應該可以用一句話描述 叫做 衣衫不整 衣服來不及穿 就被逮來了 很多男人就 瞪著他看 這個時候 耶穌蹲下來 他什麼字都沒有寫 他只是蹲下來 在地上畫著 很多人就來看 他在寫什麼 所以就讓那個女的 有一點時間 把他的衣服 拉好 哎呀 當我看到這樣解釋的時候 我心裡面很受感動 就在那樣的情況下 他也給這個女的一點恩恥 他的自尊心 你知道嗎 在那種很困難的情況下 耶穌只是要把大家的注意力 從這個女的身上 暫時移開 他用兩個畫 一個方法是問他們說 有關性的罪 你們都沒有犯嗎 就是讓他們把注意力 還請到自己身上 另外一個 他用畫畫這個事情 讓大家 你在寫什麼 大家暫時把注意力挪開以後 讓這個女的 有一點 把自己弄好一點 有一點喘息的機會 這個叫恩恥 這是一個很 很細微的一個動作 主耶穌就是這樣子 來帶她 所以耶穌彎腰 用指頭 在地上畫著 不曉得 這個女的是不是後來 跟他抹高的同一個女的 因為這個也被描述 叫做罪人 是一個罪人 耶穌被請客 這一次三個恩池 兩個跟請客有關係 他被瑞利請客 這個是他被法利賽人請去吃飯 耶穌也去 耶穌也希望能夠從法利賽人當中 再影響一些人改變 結果西門他是很有身分 他請耶穌來 可是他沒有注意到一些小節 知道客人進來的時候 猶太人他們在門口要幫客人洗腳 這是他們的一個禮貌 他們有大的水缸 因為他們沒有鞋子穿 都穿那個拖鞋 會很髒 所以都要把客人的腳洗乾淨 然後再進來吃完 那個西門忘了做這件事情 幫客人頭髮抹油 代表一個祝福 他也沒有做這個事情 結果在吃飯的時候 有一個犯罪的女人進來 就在耶穌的腳前哭 用他的眼淚洗他的腳 然後用他的頭髮去擦耶穌的腳 然後用香膏抹耶穌的腳 不是抹頭抹他的腳 腳在由他來看是最沒有價值的 可是這個婦人這樣做 結果引起西門的不高興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人嗎 你怎麼讓他碰你的身體 你真的不會傑身至愛 他沒有講的是心裡低估的時候 耶穌知道了 耶穌就回答說 你知道嗎 我進來的時候 你忘記幫我用水幫我洗腳 這個女人用眼淚抹我的腳 你忘了幫我抹油 這個人用油抹我的腳 因為他的 他的罪被赦免很多 他心裡面充滿了愛 所以他有這樣的表現 你可能以為你沒有什麼罪 你不需要什麼愛 可是你的表現 就沒有愛的表現 所以那個女人說 你的罪都被赦免了 在這樣的對話裡面 你看到那個恩慈嗎 耶穌接受這個女人給他的恩慈 這是耶穌對這個女人最大的恩慈 這句話如果你們聽得進去 這是很棒的 恩慈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一開始的時候用一張圖 一個很強的手 讓一隻很小的手把它握住 你知道最高的恩慈是 一個很弱的人 他對你很感謝 他要向你表示一點恩慈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這個 但是呢 你就讓他有機會 向你表示恩慈 這是你對他表現的最大的恩慈 你曉得嗎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希望我們從耶穌身上 可以學到這個恩慈的功課 他是一個被排斥的 他是一個做錯事情的 他是一個有問題的 甚至是讓你受到傷害的人 可是當他表現出來 要對你表現一點好的時候 你就沒有去一直針對他的不對 你就接受他對你的愛 這是對他的一個很大的鼓勵 很大的恩慈 我想這是主耶穌一個 最讓我感動的恩慈 他接受罪人的高膜 高膜是一個恩慈的表現 可是耶穌這樣的一個接受 我想是一個更高的恩慈的表現 不是至於唯一 不是劃清界限 而是願意去接受這些被人家排斥 已經做錯事情 甚至可能讓你受過傷的人 願意照顧到他的自尊心 願意照顧到他的需要 願意給他一個友誼的手 這個就是恩慈 這個聖經是這樣講 一個女人 對人 知道她在那邊作息 就拿著香膏的玉瓶 在耶穌的背後 挨著他的腳 用眼淚濕著他的腳 用頭髮擦乾 用嘴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 你知道 這一個故事 成為那個 那個達文西密碼的那個 到今天還有人認為 耶穌的道德有問題 他就是為了這樣的一個恩慈 人家都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 最後的結論 我喜歡用這句話 來做我們的結論 壓傷的蘆萎 他不折斷 僵殘的燈火 他不催眉 這個就是恩慈 一直等到 他把公義跟神的慈愛 傳到萬法 神的愛 需要把我們挽回 就好像那個要把一隻牛 要拉到正路上一樣 是需要慈省愛手 但是 那個拉的時候的態度 拉的時候的關係 是甘甜的 是充滿恩慈的 受傷的蘆萎你靠近他 他可能會刮傷你的手 你沒有就乾脆把他踩平 你讓他還有一點生機 可以再長好 快要滅的火 你靠近他 他可能還是會招傷你 你沒有乾脆就把他摧滅掉 留一點生機給他 這是恩慈 這是最大的恩慈 我們低頭來禱告 我們感謝你因為 你不只是很久忍耐的上帝 你又是充滿恩慈 在我們人生的路上 我們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人 甚至我們都瞧不起 我們都討厭的人 我們都認為他們是不對的人 如果在面對這樣的時候 讓我們想起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慈 壓傷的蘆萎不責斷 江產的燈火不吹美 相信在我們的家庭 在我們的婚姻當中 我們常常會聽到這樣的情境 主啊 都給我們一點恩慈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